没想到这个宝贝还有人不知道 你见过木棉花吗 懂他的人还争着捡回家呢 在我们广东有句俗语 木棉花开东不再来 虽然还有一点到春寒 但近期明显可以感觉到天气暖和多了 一年一度的木棉花开季节也如约而至 木棉花又称潘之花 它燕而不俗 刚掉落石 不褪色 不凋零 一如英雄风骨 所以又叫英雄花 每到春天 不少人会到木棉花树下摘花 捡花 拿回去晒干 再用来泡茶 煲汤 这个时候气候湿热 老广们喜欢用木棉花煲汤驱湿器 比如 木棉花扁豆煲猪骨 木棉花鸡骨草猪横利 木棉花阴沉汤等等 其实 除了泡茶 煲汤 木棉花还可以用来煮粥 爆炒 凉拌做沙拉等 但是要注意 木棉花姓寒 不宜多识 介绍上千种草药的作用用法 就是中国要点这本书彩图版 点开这个箭头了解更多 解放 崩洋 在最后 为了拥协 云彩图版 稍